055型导弹驱逐舰 赵登平将军一直在海军装备部工作 对海军装备的性能数据是很清楚的 因此这个数字的权威性无需质疑 赵登平在讲座会上还指出 一艘052D型综合作战性能是052C型的1.6倍 而一艘055的综合作战性能是052D的2.4倍 那么一艘055综合作战性能几乎相当于四艘052C型中华神盾 052型舰是我国海军第一型装备相控阵雷达与垂直发射系统 具有区域防空能力的舰队型驱逐舰 也被网友称之为中华神盾 052型导弹驱逐舰也被认为中国航母的带刀侍卫 六艘052C型导弹驱逐舰 基本上可以满足两个航母战斗群对区域防空舰的需求量 那么按照赵登平将军的说法 一艘055型驱逐舰就可以担负其保护一个航母战斗群的工作了 055型的强大也由此可见 即使面对美军最新型的远程隐身反舰导弹 055型也依旧有办法破解 055型驱逐舰安装有对搜索雷达有源干扰天线 能让ARASM导弹失明 这样一来 ARASM导弹就算射程再远威力再大 也只是丢失目标的无头苍蝇 在055型驱逐舰的闲侧后部 还装有米波反隐身相控阵雷达 如果有源干扰天线未能成功令ARASM导弹失明 那么米波相控阵雷达 就会搜索并发现飞行中的ARASM导弹 并帮助055型驱逐舰发射防空导弹将其击落 055型驱逐舰的反舰导弹数量世界第一 种类世界第一 从来没有任何战舰可同时装备三种反舰导弹 这种做法有助于用最少的花费完成各种任务 除了强大的防护能力 055型驱逐舰在火力上也一点都不含糊 055舰拥有128单元的垂直发射系统 可发射长舰时巡航导弹 英机12 英机18 英机83反舰导弹 以及海洪旗9 海洪旗16防空导弹等 这是中国首次在国产舰艇上装备长舰时对地攻击巡航导弹 这种导弹战斗部最重500公斤 能掠海飞行打击1500公里外的地面目标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 让我们见识到隐身战机歼20 能攻击航母等海上目标的英机83K导弹等最新武器装备 这些都是我国走在世界潜力的高新科技所支撑的 那么你知道 你能看到 就这样